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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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方式皆相同。 二,月经没血块,腰疼按推没有解症,不能视为体力虚弱。 处理上以按推原始痛点为主,外热源为辅。 疼痛属于症的不适感,多属他处体伤所致。 腰疼应该先按推后面向对应的下背部原始痛点,然后温肤体伤位置。 二,腰疼没有解症,应该是按推手法不够精准到位。 请看手法教学影片。 三,如果是体力虚弱病症,处理方法就应以热源为主,按推为辅,不是在于有没有血块。 另外,你要避免含量饮食,加强外面热源,长时间大面积温肤。 你的原始点理论概念不清楚,请多看张医师讲座视频,书读原始点医书。 这个纽约回答的还蛮清楚的,我们来看患者的提问。 他提问就是,第一个他去找按推,那没有解症。 后面志工也回答了,没有解症,因为痛多数他处体伤嘛。 那按推不能解症,跟你虚没有关系。 所以不用怀疑,这个就不能按推。 而是按推应该没有到位,志工也回答了。 所以这一点志工回答得很好。 我认为应该是手法出了问题。 因为既然说痛多数他处体伤,那他处体伤就是按推最有效了。 那如果按推没有效,那就是患处体伤,要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。 再来温处,如果体力好的话,还是以按推为主。 那我觉得不要怀疑是按推位置的问题,应该还有按推的手法,应该是最大的问题。 那质疑流不流血,要什么时候干净,这不代表好啊。 干净也不代表好,流也不代表坏。 有时候常常按推的时候,你如果体内有譬如说肌瘤或肿瘤,我常常按推一些,譬如说子宫肌瘤或是子宫癌的,按推他常常下体就会排出很多水、组织液,甚至血水也有可能啊。 那这些都是修复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,也不用太在意。 所以用中医的那些,好像血奔啊,血肉啊,这样来分,没有意义啦。 流出来的,好像就是坏的,把它一路归路坏的,这是不对的。 按推完,我发现很多异常,异常形态,比如硬结肿块肿瘤等。 它按推完,常常会有时候会破裂或流出血液组织以来,那这样肿瘤才会消,硬结肿块才会消。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,不是要让它止,而是按推完,你人有没有更舒服,这个是重点。 那另外,刚刚志工也补充,说得很好,他说,其实热能如果不足的话,还可以加灌肠,让热源直达体相位置。 然后再来配合外热源按推,那当然观念也要清楚。 所以我觉得,如果整体来讲,志工已经回答得很完整,如果要我讲,做一些评论,那这个你应该可以再找其他合格的推广点,去处理你的腰痛。 那至于血块流与不流,我认为,或有没有血块,什么时候会流停止,这个都不是重点。 它到体相修复的时候,热能够的时候,身体自然就会去修复它,它很快就会止了。 那在修复的过程中,你每次按,有时候都还是会每一次流,那就看你的情况,因人而异。 好,我就补充到这里,那也很感谢那个志工的回答,还蛮完整的。